那个这个我们讲到电影了 就是你哥和谢飞啊 就是他们跑上 跑上北京电影学院 所以你一般来讲啊 我们知道弟弟受这个大哥的影响比较大 那么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访问 就是对你的访问 是凤凰啊是哪个电视台里面讲 要你回忆一段这个苦力的这个事情 怎么你又熟悉这个事情呢 对这个凤凰卫视当年采访过我 是怎么回事呢 我大哥呢他在电影学院 他跟这个谢飞啊 他们是同学同伴同学 都是那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伴同学 后来呢这个我大哥在排这个电影苦练的时候呢 我刚好呢是放假 我刚好是放假 那个他当时呢带着这一帮这一匹一队 这个电影的这个这个工作人员呢 到广东去插这个主要的脚子 这个这个呃外形啊在广东 在广州 当时他们是住在这个广州 东山这个军区的招待所 住在一个一个招待所里头 人很多啊 呃当时呢有一些人现在都是成了名家了 当时还还都没什么名呢啊 呃那个时候这个许环山 那时候还没名呢现在许环山是大演员了 了不得大演员当时我大哥挑选了他 啊还有黄梅盈黄梅盈现在也是大大演员了 那个时候黄梅盈哇漂亮得不得了啊简直是 那尤其化妆以后啊 啊那个真的是黄梅盈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 啊这个我呢因为这个在大学上学放暑假 所以呢我就跑到呃这个广州去找我大哥去去去去去去了 那时候照着他呢是因为他自己移着一个屋子 所以呢有两张床 他就是他我就跟我大哥住他那个屋里 呃整个他们这个电影的拍摄呢 我基本上呢都跟着不但如此而且他这个整个从写剧本开始 我就我就在里边因为我跟我大哥的关系非常近 他基本上他到哪我就基本都参与着 所以他找白华呀包括写这个呃这个黄永玉啊 我跟黄永玉也很熟到黄永玉家去 那个我大哥跟黄永玉就更熟了 就更关系更好 黄永玉家那个时候呢呃住在一个在这个北京这个呃 东单那边呃就是不是就是靠就已经靠近那个哪了 靠近那个呃北京火车站就在北京火车站那边一个小胡同里头 那个房子很小很小 我看就他是里外的两家那当然他那个客厅所谓的客厅里边就是卧室了 那个客厅啊就还没有我们家现在厕所大呢啊 啊那个他那个卧室比我们家厕所还小呢 哈哈哈哈就这么小啊 我说的是美国家的哈那那个时候那个他就是这样那个 那个而且呢他那个只有一面有窗户另外都没有窗户 他在那墙上画了一个窗户外边是画的是这个呃叫迎春花 所以你以为是窗户其实不是窗户那那那那是画的啊 啊黄永玉画的那他的故事呢呃因为他跟我大哥很熟 所以他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呢就讲给我大哥听呃我大哥很受感动 所以那时候我大哥就想呢能不能以他的这个呃呃 故事为背景呢呃写一个电影 但是我大哥因为他是导演他他毕竟不是搞写作的 所以他就找他的好朋友白华呃就说跟白华说呢 哎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呃嗯 看怎么样白华很支持好啊行啊 那咱们就一块去看那个呃黄永玉去吧 这样呢就一块去采访黄永玉呃 呃采访了很长时间然后把他的这些故事啊都记录了 然后白华就写了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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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呢写的那个是他们第一次写的叫做呃 我大哥他们管的叫呃电影诗啊 那因为白华是诗人为什么找白华呢而不找别人呢 因为白华是诗人所以呢他的这个电影呢要要按照电影诗诗的那种手法来写 哎这白华就非常能胜任所以找白华 所以他的呃他们第一稿呢叫录在他的脚下延伸 讲的就是黄永玉的故事 基本上呢是带有那个传记色彩的啊 语言呢都是带有诗的那种的语言非常的不错 呃而且我也记得呢他的手法呢是在香港画的啊 他们拿了香港稿费哈哈哈哈这个我还记得呢 呃那么这个这个谁呢 这个呃凤凰卫视在中国电影一百周年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些系列节目 其中呢因为苦恋呢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被批判的电影 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 就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非常呃有名的一个一个事件 所以呢他们就想呃来弄呃来来来来来来做这个呃一集节目 可是当时我大哥已经去世了 他们找到了白华 那找到找我大哥的时候呢 呃因为我大哥去世了呢 后来他们就找到了黄梅盈 因为黄梅盈也是当时的女主角嘛 后来黄梅盈说呢有一个人 他说我呢现在是军人 我不好参与这事 但是有一个人呢 而且那很多情况我并不是很了解 有一个人会非常了解 他因为他从头到尾都跟着 就是他的弟弟啊 彭查理 那你去找他 然后他怎么着就就就把我的地址 把我电话就反正不知道怎么就反正找到我了 那时候我在公在中国在在公司做老总的那时候啊 哎哎突然那个电视台就来了 你说我们是黄梅盈介绍来的 给我讲了一下哦我那行好好好 于是我就介绍他们采访了 很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个这个这上下两敌的啊 把等他们拨出来一看哎呦我都傻了 我一个还有白华一个人我们俩人讲的事 而且我们俩人讲的吧互相插的就是他一段我一段我们俩的上下话都可以全都搭的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就好像我们俩在这个面对面的谈话是那种感觉 那谁都能完全搭的上上是我讲讲上去他讲下去他讲上去我讲下去就完全搭的上太神奇了 这没有任何就对不上号的地方全都对上号 主要是你们两个人呢都真正的基本的事实同时证明你们两个人呢记忆的都还可以 所以呢你们对得上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们啊对过去的事情的记忆都清楚 现在的事情刚刚过的事情马上就忘了 但是都过去的事情 那说明是现在的事情没什么他的意思了 过去的事情比较有价值 我们现在还是回家都讲到白华啊 我们知道白华是新帝嘛 一个叫耶娜一个叫白华嘛 对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 白华呢他他写了好多东西 那个写的是什么色 他开始呢就是我说他写这个电影诗录在他的脚下延伸 那白华呢他是认为呢这是一个传记 传记片啊 我其实我大哥呢是想把这个拍成一个电影诗 因为电影诗在当时在中国呢还没有出现过 这个呢是曾经在这个在这个在那哪啊 在这个这个这个苏联有过 那么中国呢最早尝试写电影诗的有一个人叫彭小萌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 当然知道 这个这个人名气很大 后来没有以前的名气大 但是以前的时候那文革之前那文革之中 他他是他是非常有名气的 也是个才女啊我管的叫小萌姐姐啊那这个姐姐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啊 他呢曾经的呃自己的试着写过这个电影诗啊这个我大哥跟他也是关系很好 但是他并不是专业人员因为他他并没有他那时候中学生啊我大哥他们都是大学生 而且是学这个电影专业的他并没有学电影专业但是他也在尝试 那么我大哥呢后来他跟白话呢写这个把这个黄勇玉的故事写成电影诗 那么也叫传记片啊那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尝试了啊因为到这个的时候语言呀结构啊都是有点电影诗的当你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出来有诗的那个意境 后来呢这个当时他们写的时候呢我我我我还都我我都在他们讨论什么我好多东西我都听 啊而且最后写好了以后当时呢这个拿给这个夏眼看 因为夏眼在电影里边是鼻祖了啊所以你不不找这个内行的鼻祖去看那这不行 所以我大哥呢他也我们我大哥跟夏眼的关系也非常好跟夏眼的儿子的关系 啊我们都叫夏公公啊那当时呢拿去呢可是夏眼啊这个时候眼睛啊已经不能看东西了 尤其长篇的东西看看那小的东西看这么厚的那剧本看不行 那原来还抄的大字为了为了他给他看大字抄的那也也不行太多了 后来说这样吧给录音啊当时我印象很深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给录音 这个录音呢这不行他那个这个朗诵的那个那感觉还不如白华后来干净让白华录音了 白华录音你别看白华那就真是诗人就是诗人 他的那个那个那个录的吧因为他是他是带有诗的那感觉的吧 哎这个他录的那感觉那我觉得比那个演员的那个朗诵都好 因为他有那个诗境的那种的情绪在里面 非常的非常好 那么下眼呢也就听了因为拿录音机给他听那就听了听了以后呢 呃他就提了一个意见他说这个呃搞这个电影 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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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啊这个好像有有点问题啊 呃他说有点滑稽啊那个白华说的那个这个这个下工说叫滑稽 为什么因为连毛泽东啊周恩来他们这些都没有搞 你搞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有点有点滑稽 啊你不如呢就把它还是拍成一个艺术片啊 这样呢他可以把这个呃一些很多人的东西都放在这一个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哎后来我大哥呢这个也也觉得嗯 他就又回到长颖呢跟长颖商量长颖呢也也看了时候 也是这么认为说这个排传记片现在还没有啊 毛泽东周恩来都没有你排黄永玉这个传记片 这这这不行啊就真人真事的这种不行啊还是排排成这个故事片吧啊 啊艺术片啊文艺片这都可以后来我大哥呢说那好 然后就又调白华重新把调出来重写把这个录在他脚下延伸的重新写 这一次重新写的呢呃剧本呢叫苦练啊 这个剧本叫苦练那个后来这个苦练呢以后呢呃呃呃哎就发表了而且通过了 但是真正的在排电影的时候 这苦练的名字呢又改了改成叫太阳和人嗯太阳和人 其实在我来看苦恋的这部电影 一个就讲到了这些人 特别像黄尔玉他们这批爱国的知识分子 从海外回来 对祖国那种的眷恋 回到祖国 结果回来以后接连的挨招 开始时候大跃进的时候 还行 那时候还要红火火的 后来就一个进头接一个进头 整个死即活来的 就把这帮人 所以就讲了这样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故事 因为也有他们的这些苦恼 他们的疑问 他们对于祖国的这些想法 都在这里边有 特别是因为当时我大哥 跟胡耀邦的走得很近 也受胡耀邦很多影响 特别是当时这个两个实践 还有这个对毛泽东的终身制 和这个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 这些呢 都是实际上的这个 我大哥在胡耀邦家呢 所以一些人呢 包括胡书他们探讨这些理论文件 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就把这些内容的也都放进去了 这个呢 就是后来主要批判的 我大哥的内容 就是批判苦恋内容 其中呢 有一句话 就是这个黄永玉的这个女儿啊 这是真事啊 这个是真事 正在写在这个剧本里的 黄永玉的女儿在文革的后期呢 他跟一个滑墙好了 然后他们就出国了 就就离开国家了 那黄永玉呢 他当年是从海外回来的 他说我都从海外回来 爱国回来 你还出国 你就你不爱这个国家 这意思就说 后来他女儿就说了一句话 你爱这个国家 这国家爱你吗 我当时一说完了黄永玉傻了 他自己也愣了 我大哥就在这个地方 加重了 那种重 这句话也是苦人里面 到至今为止 接下来都是人的记得的一句话 对 到现在为止也是 也是最关键的一句话 经典的一句话 而且现在流传百事的一句话 结果这个我大哥呢 他不光是这一句话 他关键就是 我大哥在这用电影手法的时候 用那个定音鼓啊 我那个那个那个就是演黄永玉的那个演员啊 叫刘文志 你眼睛愣在那 用那个那个定音鼓打的吧 就好像打在你胸上上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一锤一锤就打在我胸上 哇那痛啊 你咚咚咚咚咚咚咚 震着你 真是要把你震撼了你了 你想一想吧 那意思 你惊醒惊醒 这个呢 是给人印象太深了 批判的时候就批判这个 就主要批判这个 其实呢 呃 我大哥他们呢 在这个电影里边呢 还有一条 这也就是 我觉得是白华和我大哥他们这一代人呢 虽然我大哥是我哥哥 可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是两代人了 啊 那么他们这一代人的啊 一些当时的尤其经过文革的这些人呢 他们都有一个追求 什么追求呢 就是人的尊严 人格 因为文革呢 对人的尊严 对人格的践踏 那是 真是这个罕见的 啊 是罕见的 也是这个 也是人们啊 这个非常的记忆 记忆很深刻的 啊 也是很痛苦的 啊 所以苦 为什么叫苦恋呢 这个这个这个恋不是美好的恋 就是是很辛苦的 很苦恋 苦恋 啊 那么 所以当时 他们写了一首歌 这个词好像是白华写的 这个写歌的这个作曲家呢 叫诗万春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名 后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作曲家 啊 这首歌呢 我们后来 给管他 我我管他叫 把人字 写在天上 这首歌 主题歌啊 为什么叫叫把人字写在天上呢 就你可以想到就是人在那个时代的人啊 尤其是有文化的 但有点知识分子性质的啊 这种有社会的这个责任感的人啊 他们就是人的尊严呀 的回归啊 这种的追求 人性的回归啊 啊 这个人性的束缚啊 都要 都写在这这这这这首歌里 这首歌啊 这个其中 有一个 有一句就是 把人字啊 写在天上 就就突出了人 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这个文革的时候 那时候 人都不成人了 啊 所以他们呢 他们这代人呢 就是更追求人格 人的尊严 这个也是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 但是批判的时候呢 并没有把这个作为主题的批判 主要的还是批判 你爱这个国家啊 这个国家爱你啊 这个批判主要是批判这句话 另外还有一句话呢 也是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个主题 就是当这个黄昂玉小的时候 他这个这个画家小的时候 他到这个呃 这个佛殿里去啊 就庙 庙寺里去 他看见那么漂亮的 那个金的佛 可是他脸呢 都是黑的 他就问那个 那个那主持 老老老老 老僧人 说这这脸怎么都是黑的呀 啊 小孩嘛 问他 那个那个老僧人就说了 是善男信女的香火 把他给熏黑了啊 后来呢 这个就被隐喻为说毛泽东是吧啊 是这些的这些个人崇拜的这些人们崇拜他啊 尤其这些吹喇叭抬轿子人啊 最后把他给熏黑了啊 就把他给把他弄成了一个造成了一个神 他不是神 但是人们把这个造成了个神啊 就像佛一样 佛本来是一个死的 当然给造成了个神啊 就把他说成了神了啊 就有点这种的寓意 当然这些寓意呢 呃 我觉得我大哥呢 呃 还有白华呢 尤其是我大哥他们在这个跟 我要帮他们这些人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呢 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当时讨论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当时我都在上我都听了啊 然后后来呢 他们把这些问题都写在这个电影里去了 这个白华的也非常同意 他就也写啊 这些呢 就是这个这个当时这个创作的一些背景 历史背景 后来我大哥呢 这个他拍完了这个电影了以后呢 呃 给中宣部看 当时中宣部呢 就说呢 呃 希望我大哥呢 呃 做一些这个简洁啊 就把一些东西删掉 你把这些地方删掉的话呢 就可以了 啊 这些东西不太合适 你还是删掉好 啊 那么当时告诉他哪一点哪一点哪一点删 结果我大哥后来呢 删了一部分没全删 特别是结尾 这个电影是结尾 我大哥没删 这个结尾 结尾是不是就是那个画家在一个什么地方冻死了 他是这个画家在雪地里最后 他那个生命生命垂危的时候 他在在雪地里爬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问号 天问就是当年就是想的是这个就是谁啊 那个那个那叫什么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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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云 哎 叫什么来着 你叫什么 屈云天问吗 屈云天问 就是就是借屈云天问 哎 他爬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最后这个人呢 画家就死在这个问号的那个点那地方了 就是爬了一句大问号啊 问天呐 天呐 这个死了 这个呢 是要给他删了 结果大哥没删 他死活就是不删 当时很多人就这删了吧 就不删 他就是死活就不删 打死他就不删 结果 这个这个 怀疑社会主义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成了重要的 被批判了 那个 我大哥呢 他这个 在这个拍这个电影呢 我是比较知道 因为我在他身边 一直在他身边 所以我对电影呢 是比较了解的 他的很多的手法 都是用的美国电影手法 特别是用科布拉的一些手法 一些那个关键的一些镜头 都是从那来的 这个 在他这个电影里边 当时就拍摄这个电影 我不说在这个 在这个 广东 广州 东山 东山这个地方 他们这个整个设置组在这 其中设置组里边 有一批人 后来都成了名角了 像许环珊 最后成了大名演员了 是吧 这个 还有这个 叫什么 这个 叫什么来着 那个名演员 黄梅盈 也成了这个 也成了大演员 名演员 我还印象特深 最有意思就是黄梅盈 黄梅盈啊 当时啊 好像有个男朋友 叫尼正 是一个这个 美学家 嗯 那就杠 因为黄梅盈呢 他不是科班 电影学院表演系 毕业的学生 他不是科班的 他是长得漂亮 啊 然后就进入这个行业了 所以他在表演上的 当时呢 是他的弱项 但他长相是他的强项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 谁呢 这个尼正呢 就给他这个出主意 说你呢 要充分发挥你的这个 啊 长得漂亮 那你的漂亮 最最好的角度呢 是什么什么什么角度 然后呢 哈哈哈哈 最糟的是 这黄梅盈啊 他这个拉了 他他大大咧咧 这么一个女孩 他把 住的那个女演员呢 叫这个冷梅 也是个 当时也是个名演员 当时冷梅 已经是名演员 啊 结果呢 就看了这信了 拿这个信呢 给我 给我不看 我没看 哈哈哈哈 大笑说 哎 明天咱们拍的时候 看看 这个 因为那个尼正说啊 你这个最好就是什么 比如45度角 我现在忘了 哪个角 哪个脸的哪边 几度角 是最好的 你到处就摆出 这个动作来 就是 最佳的 这个最佳 然后我们说 看看明天 黄梅盈表演 是不是摆这个动作 我们说好 结果第二天到现场 刚一上了 一眼 那个动作 哗就出来了 我们在后 嘎嘎嘎嘎嘎嘎 笑死 笑的 而且就跟那个 女儿说的一模一样 笑死了 我们都实在控制不住了 笑的 我们笑坏了 然后第一次后说 哎呀 太逗了 太有意思了 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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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的